大家好,我是大熊 今天和大家闲聊一下关于圆明园的文物 我知道这是国人心中的一块伤痛 很多人可能不太能听得下去这个话题 但是讲到大英博物馆 这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很多人都好奇 到底大英博物馆有多少来自圆明园的文物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可能会感到很吃惊 我特此查阅了一些中外对圆明园的研究 包括圆明园文物的研究 以及其最终的流向等资料 特此来梳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目前就是国际上对圆明园的研究 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法国和英国 我能找到的资料 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大学历史系 还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论文和期刊杂志 法国因法语的问题受限 所以你懂的 可能不会很全面 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我们知道 圆明园事件主要是1860年10月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 对这个西北皇家园林圆明园洗劫 并放火焚烧的一次事件 这次事件可谓是震惊中外 整个洗劫的过程未被记载 但是可以从当时的法国海军商委巴旅 所写的一些见证材料里 看出一些具体的情况 巴旅在材料里说 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 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 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 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西 包括这些玉器 金器 银器 还有漆器 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 都是非常罕见 很多人以为 这就是像欧洲的一些博物馆 出于一些习惯上的谨慎 一些士兵首先是仔细观察 因为那些东西摆得是井井有条 所以就让你觉得他只能看不能动 但是最后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 就先动手了 到了7号和8号 军官和士兵就不再满足 参观和小偷小摸这么简单的行为了 于是大规模的洗劫就开始了 具体圆明园里面到底收藏了多少文物 据现在流行的说法 大约是150多万件 但是没有史料支撑 当时 这个英军里面 有一个随行的绳制人员 名叫罗伯特 他说圆明园里面的各个建筑里 都有一本橙色档 里面详细介绍每件物品的尺寸 起源 年代 还有具体的一个分配 不幸的是也被烧毁了 这些珍宝被洗劫后 我们先说一下一些士兵手里的文物 最先是流向了北京 天津的一些古董店 其次是上海 最后是广州 然而我们知道 这些古董店的圆明文物 一般经过棘手 最终还是流向了海外的 士典收藏家手中 一些被军官精挑细选的珍宝 在1861年运到了欧洲 那么来到英国的 就进献给了当时的维托利亚女王 现在归属皇家收藏 如果大家去英国旅游 尤其是参观温沙城堡 或者是爱丁堡的赫里路德宫 里面城市的一些中国词剂 就是来自圆明园 那么另外一批 运抵法国的文物 被进献给了当时的 拿破仑三世 据说因为数量巨大 这个欧人尼皇后 编在巴黎东南的 丰丹白露宫 单独辟出一个新的区域 设置中国馆 来专门安置这些文物 我们在前面的 掐尸法郎那几种也提到过 整个馆从上到下 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是来自圆明园 中国馆的正顶上 是巨幅的克斯堂卡 十分华丽 天花板上挂着一支 被改造过的景泰兰大吊灯 最下方是一支巨型的 瘦珠瘦钮景泰兰方合 而展厅的中央 摆放着一座高达两米的佛塔 青铜六金 与故宫内现存的佛塔 基本相似 这座塔通体各层 镶嵌着各种宝石 塔的左右两侧 摆放着一堆象牙 和一堆青铜雕龙 也都是圆明园的文物 馆内两侧 是黄花梨的玻璃橱柜 里面陈列着珊瑚 甜黄白玉 等各种雕刻摆件 还有青铜器 瓷器等 如果大家去过 丰丹白露宫就知道 整个中央馆特别挤 因为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桌子上都是 那么除了官方收藏的圆明园文物 剩下的有迹可循的 都是源于1860年后 欧洲古董市场 几十重大的拍卖 也就是大致在短短十年间 圆明园的文物悄然经历了 从战利品到拍卖品 收藏品 再到艺术品的 一个身份的蜕变之旅 譬如在当时法国杜伊勒里宫里展出圆明园文物的一些场景 当即被制作成线条清晰便于印刷的钢板画 大张旗鼓的刊映于法国巴黎的画看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边宗 佛塔 溜金铜笼 景泰兰香炉 玉如意花叉与竹台等 而基于摆面正中央的 就是鼎鼎有名的乾隆皇帝大跃甲咒 以及御用佩刀等兵器 这件甲咒就曾经出现在朗斯宁所绘的乾隆大跃图之中 现在藏于法国军事博物馆 也就是巴黎的荣军院 那么在英国的拍品 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驻华公使詹姆斯布鲁斯 就是历史课本上讲到的俄尔金勋爵 以及英国上位路易内阁罗尼洗劫回来的文物 这两场拍卖可谓是持续了多年 才完全拍掉所有的物品 最张扬的是俄尔金将他的战利品在南肯兴顿博物馆进行展览 内阁罗尼更是在伦敦南部的希德纳姆 也就是曾经举办过万国博览会的水晶宫进行拍遣御展 整个欧洲的私人长家和古董商都纷纷赶了过来 去享受这场来自中国皇宫里的艺术盛宴 当然这场群押的盛宴也遭到了当时英国报社 《伦敦日报》《利则时报》等媒体的批判 1863年,俄尔金所拥有的圆明园文物 最先由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当时的拍卖公司就是现在的加斯德 这个拍卖记录至今仍然有留存 拍卖图录我是没有找到 但是当时几大赫赫有名的古董商 如William Hewitt 他们将这些圆明园的文物拍卖到时候 后来又卖给了南肯兴顿博物馆 就是现在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国馆 只展示了少量来自圆明园的文物 但是通过数据库检索 你还可以发现更多 大部分的标注来源为购买或捐献 比如这种典型的大建华美的皇家 专用掐斯法郎加香精的冰寒 太平有象 香薰鼎 小件的如花瓶 粉盒等 瓷器包括乾隆旧藏明代嘉靖时期的五彩花菇 英系开光坟采 带有圣德堂款的道光皇帝白鹤文坟采碗 圣德堂本来就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居所 所以这也证实了他的归属 接下来是玉器 包括这件乾隆时期的玛瑙斩托 玉碗 玉双龙孔瓶 玉制鱼桥思香瓶 漆器有龙文漆盒 龙文雕漆瓶 另外还有一件玉制的黄绸龙袍 那么除了拍卖的 还有一些圆明园的文物进入了英国的军事博物馆 算是当时的士兵或军官当身战利品拉回来的 有的就捐赠了出来 目前英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 是陆军工兵博物馆 它的主要产品主要来自于查尔斯戈登 这个人我想大家应该还是认识的 1860年代和火烧圆明园同一时期发生的事件 就是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清军接触了美国羊枪队对付太平军 戈登的羊枪队被誉为常胜军 后来还被两宫太后授予了长州提督 没想到吧 他可是参与了洗劫圆明园的行动 后来又因为立宫被倾听赏赐的黄马卦 展地里的圆明园文物最具分量的 就是这张乾隆的龙踏 看起来做工非常精美 以及还有上面的龙袍 龙踏上是摆满了各种精美的珠宝 佛像 玉器 扇子 武器等 你能想象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军官不顾一切 收罗各种宝物往自己袋子里装的情景 因为他也不懂哪些贵重 看到珠宝 金光闪闪的东西往里面塞就是了 所以很杂 其次是位于英国朴次茅斯港的皇家海军博物馆 展览的物品总体来说也很杂 一对锦太兰花菇 溜金佛像 皇家配件和烟壶等 另一个收藏圆明园文物比较有分量的军事博物馆 是The World Museum 这家博物馆主要收藏了当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第99兵团的展品 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圆明园的战利品 同样是龙袍 三只粉彩香炉 一件琵琶尊 既然这家博物馆着重展示了第99兵团的文物 相信在展厅里的这些只是部分 当然 这三家算是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军事博物馆 其他军事性质的博物馆多多少少会有 但多数不是精品 那么最精品的是来自哪里呢 当然不是大云博物馆 我只能说是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2010年10月10日 一件乾隆阳彩锦上天花万寿如意葫芦瓶 在香港的苏富比拍出了2.5亿港元 创下了当时中国瓷器成交的世界纪录 而同年的12月 香港加世德秋季拍卖会上 一对清雍正玉制卡斯法郎双鹤香炉 也拍出了1.259亿港元的惊人价格 这两件极品都是来自于圆明园 而它的拥有者 就是英国放山居的主人 莫里森家族所有 可以说 每次放山居的专场拍卖 都为轰动收藏节 莫里森家族所拥有的圆明园文物 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外交官洛赫 也就是当时俄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 所以放山居这三个字 几乎就和圆明园画上等号 最重要的是 它放出的拍品 那都是圆明园的精品 那么回到我们的正题 大英博物馆到底收藏了 多少圆明园的文物呢 如果去数据库 检索圆明园的质量 令人惊讶的是 只能收到一些圆明园 西洋二十景版画 而Sophusama Palace的话 只有一方乾隆玉玺 和乾隆田津玉玉环 很可惜的是 这两件中乱级的文物 并不是来自圆明园 因为Sophusama Palace 在英文中代表的是皇帝的行宫 那么除了圆明园 还有颐和园 以及承德避暑山庄 我们会在下集中介绍 也就是说 大英博物馆 并未直接接收来自圆明园的文物 因为有些展品看着像 但是也没有像维多利亚 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那样 它有一个传承有序的证据 表明它是来自圆明园 这篇清代展柜里的文物 都是精品 它们到来大英博物馆的时间 多是在1860年后 最有可能是圆明园的 就是这件 带盛德堂款的龙纹花瓶 其他的事与不是 也无法得知 计较起来 或许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们可能已经经历了 从战利品到拍卖品 再转变为收藏品的这个过程 那么今天我们关于 圆明园文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制作视频不宜 还请多多点赞关注以支持 我是大雄 我们下集再见